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教授 我们先一掌声欢迎他 周教授今天演讲的主题是 三十年三次思想解放 请先让我一组数据来说明相关问题 我记得周老师在不同的场合曾经说过 说三十年来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变化 可能就是说我们收入各方面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进行各式申报 那么收入超过十二万的人就要进行申报 这个申报的最后统计出来的数据大概是六千万 六千万是什么概念 就是英国的人口总数 那么在十二万到五千之间 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阶层大概有多少人呢 两点五亿 两点五亿加上六千万就是美国的人口总数 这无疑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冷心地看到 事情的另外一面 十三亿的总人口减去两点五亿减去六千万 就是十亿人口 这十亿人口按照联合国度标准来看 他们是属于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 三十年三次资争解放 我们最终确立的 我们最终应该要确立的是社会公正 那么在建议社会公正的过程中间 我们要消除那些三十年成就之外的一些东西 就是通过民主法治平等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下面就请周夏正教授给我们讲述相关问题 谢谢 好谢谢 我今天讲说 从社会的角度 我给大家讲讲这个 我们理解的这个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呢 就是一九 这三十年以前 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九年 那么这个邓小平的第一个讲话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词用的就是思想解放 叫做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年一致向前看 那么解放思想的前提 你得有思想 而我们中国呢 多八民少两民 所谓八民就是 草民 小民 雕民 豹民 愚民 最多说你是农民 市民 居民 我们最缺的就是自由的和负责任的 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 我们称之为公民 所以说一直到十七大 特上报报 胡锦涛总书记 代表党面上讲 我们要大力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 树立民主法治 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的这个理念 这就是说三大公民理念 那么 那个第三点放大都说 就是从两个凡事 当时 这个 中央有一个 全美的说法 就是 凡事毛羽说的都对 凡事毛羽的指示 都要不让他指去执行 两个凡事 后来 这个推翻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是毛主席的实践论 毛泽论也提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到了文革的 这个十年动乱的时候呢 真理就出了两个标准 一个是实践 一个是毛主席说的话 具体是真理 一句顶一半句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最后就进行了真理标准的讨论 最后填了两个 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唯一的两个对谁去的 对的就是毛主席去的 就是说他说的话 有的对 有的不对 比如说他说了 以经济斗争为刚 千万不要忘记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要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经济斗争 一抓就零 罗产的文化大革命 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革命分三党 1949年以来 我们同称为文化革命 1949年以来 我们称为文化大革命 1966年以来 我们称之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注意这三个词 概念完全不一样 给我们中国带来的效果 实际上的后果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呢 否定 党的十一级六中全会 彻底否定文革 一直到十七大报告 胡云桃讲 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 和理论勇气 彻底否定 以经济斗争为刚的 错误的理论和实践 理论实践全否 坚持党的十一级三中全会 所确立的一个中心 也就是说 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 什么中心 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不是以经济斗争为中心 否了它了 所以就确立的实践 是简单的唯一调整 那么第二次的解放呢 那就是南巡 小平讲 步子要大一点 胆子要大一点 步子要快一点 不要问性事性资 因为大叔以前有一句话 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就是说他把什么东西 他都贴边身 他一概问你 说这是社会主义的 我草我都要 一旦贴上这个资本主义的苗 我都不要 苗的去装掉 所以这就是极端的一种表述 他反应的就是 我们要问性事性资 小明就说不要问 确立了三个有利于 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只要有利于总统国力的提高 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要问性事性资 那么这三句话呢 就出现争论了 说社会生产力谁高啊 美国 日本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谁高啊 美国 日本高 综合国力谁强啊 美国第一 日本第二 当时德国第三 现在我们中国第四 原来我们中国第八 前面还有英国 法国 意大利 现在你不是第四吗 那前面还有美国 日本和德国呢 那么综合国力 当然是美国第一 所以说当时呢 左派就攻击 就说你要说三个有利于 美国就是三个有利于 日本也是三个 这又怎么办 天是两个社会主义 那年呢 我给高三辅导 这个正人课 因为他们考大学嘛 那年有正人课 我就说你们一定要 把这话说全了 只要有利于 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注意后来天哪个 小平讲说没有 后来党内的左派 天因为他不天 那天就没什么办 第二个 最可笑的是什么呢 只要有利于 社会主义的 那个综合国力 你听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的 那个综合国力 还有一个不是社会主义的 综合国力吗 只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个倒没加 所以说两个加社会主义 一个不加 这就是完整答案 所以我给我们初中 我给我们人当初中的 学生一复讨 他们这道题 全部得满分 有的人他没加 有人加仨 加仨也不对 加仨 所以说呢 那么树立了发展的硬道理 那么发展的硬道理 当然对的是 阶级斗争的硬道理来了 所以小平南巡 最后说不要问 新人性思 它是有非常的针对性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 就在完了中国呢 就开始第二次所谓的 就是经过了一个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末 九年代出的这么一个风波 是吧 后来呢 就开始又 开始这个 改继续改开放 是吧 那么第三个思想解放 就是科学发展观 有人说科学发展观的精髓 是以人为本 但有人说以人为本 原来我们不说的是以民为本吗 对 原来是以民为本 现在是以人为本 人民是政治概念 人 人是生活的概念 注意说你是人 你也是人 说你是狗 你还是人 注意说你是狗狗 那叫骂人 注意骂的还是人 但是以民为本都不是 人民哪来的概念 那就是二战以后 新兴国家成立了一百多个 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这些民族国家呢 新兴成立了这一百多个国家 二战以后呢 基本都是民主 因为民主已经形成潮流了 叫顺之者昌 顺之者亡 没有人敢公开的成立 亡国帝国 虽然他可能是一个独裁专政 但是他表面上也得民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西方呢 毛东呢 在窑洞里头 在延安窑洞里头 跟著名的知识分子黄元培 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他的大意就是 那么黄元培总结中国历史 大概就是一二三 一百多次大的农民起义 发生在两千年的丰田社会 出现了大的小小三百多个皇帝 一共改了三二六个姓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王朝成立的时候 蓬蓬勃勃的 当然到了王朝末日 你有多少军队 你有多少警察 你有多少特工 没有用 为什么 叫王朝周期律 什么叫定律 就是重复出现的现象 什么叫周期 就是有时间 到了那个时间 您就周期律 王朝就问了 他就跟毛东说 说你们共产党快点正确了 你们怎么走出 王朝的周期律 做到长期执政 不永远执政 毛东跟他讲 我们找到了法宝 找到了钥匙 这就是民主 所以大家都把 希望就在毛东 共产党身上 希望毛东 共产党领导着中国 建立一个自由的 民主的 新中国 一代人 两代人都致富 是不可能的 但是三代人 如果还不能够 共产党致富 那就不叫先富后富了 那叫不富 有时候不对 小兵说了 因为我们先富 所以我们家 为你们家先富一万年 这叫诡辩 我们家先富一万年 三代改换文庭 你们可以想象 如果在中国 就像我说的 一个扑扑扑扑的 一个人 当然在一个 低收入的家庭 对不对 初中毕业 不杀不笨 当然也不是说 绝顶聪明 就是一般人 从事难度合法 我问问 在我们中国 他能富吗 虽然在以后 他能富吗 你们想想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呢 我们就说 这个第三次 解放 他是给人为本 而且第三次 解放的一个精髓 就是全面的协调的 和可实义的发展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 我们第三次 解放的前提 是非常可怕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66年大月5号 毛总写一张弹号 炮打司令部 三个月以后 我们党的副主席 国家主席 党的一个资深的领导人 叫刘少奇同志 就被打成 叛徒内奸攻贼刘少奇 打翻在地 再踏上千石井 叫他勇士不得翻身 对不对 你们想想 党内最大的 走私民主义 到了当权派 那就是刘少奇 党内另一个 最大的走私民主义 到了当权派 谁呀 邓小弟 谁都知道 所以把刘邓给打掉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可注意 66年的85号 这是中央的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 把刘邓 炮打森林部 对吧 毛总的叫 我的第一张打的炮 对吧 那么 北京 我们最好的一个学校 叫师大女书中 我是男四中 我们学校是 六五年级 1800左右 17800个男生 师大女书中 北京市中年 也是一个比较 最好的一个女 女校 他们有六五年级 17800个女生 没有男生 那是男女分校 对不对 完了他们学校 在66年的8月5号 把他们的一把手 辩重于女士 书记兼迪副校长 注意师大女书中 那是没有校长 所以一把手 就是辩重于 五十来岁左右 在八五六六年 六六年 六月八月五号 被这帮学生 拿了这桌一百根屯 当然桌一百根屯 都是木头的 拆了以后呢 有些呢 还带着钉子 木头屯 踢着啪哒 把人家变成为活活打死了 对不对 那么在开皮特会的时候 中国的当时的红尼兵 就是学士兵 说什么 先念老实理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知道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练进主义 第二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 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作心答意 紧接着念十六条 叫中共中央 1966年5月16号的通知 叫做什么 叫做中共中央 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部分的决定 516通知 简称十六条 我们一共有十六条 第一条 这场运动是整 整人内整 这场运动是整 一小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全派 党内啊 一小松走党内一小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全派 是四个要素 第一党内 必须是党的干部 第二 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 一小松 还党内还得当全派 你们想想 对不对 完了 就完了 这场运动 是助击人们灵魂的一场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 要稳斗 不要误斗 这十六条 这些 红卫兵 学生兵 他们当然终于保护心 天天完了这个 完了再唱国际格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紧接着就是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大救星 我们发的课本里都住着 住大救星 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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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救世主 是西方宗教的一种词 我们中国一般 原来不怎么说 救世主 说 大救星 但是 杠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 当时中国的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处在精神分裂状态 有人说 什么叫精神分裂 这是借由 亨顿顿的一个词 亨顿顿最近刚去世 他的大学 就这样一个教授 有名的一个学者 重量级的政治学学者 在冷战结束 柏林墙倒塌 他认为世界上 进入到后冷战 或者叫冷和平 他说 当今世界有七八种文明 他跟汤安比不一样 汤安比是一个 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认为 世界地球上 一共形成了 大约二十六个文明 比如说 古希腊 古罗马 古巴格伦 还有玛雅文明 他们都是 消灭了 那么 这是他的 这个一种观点 但是呢 这个 科尼顿顿说 这个当今世界 东方文明三种 儒教 佛教 伊斯兰教 那么儒教 教不教教 还可以争论 最起码 他不是典型的宗教 因为他既不造神 他也不编故事 所以他不是典型的宗教 对不对 那么西方 文明三种 东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外加 日本跟非中 这是他的一家志愿 他说冷战结束以后 有两个 这个意识形态 作为国际冲突的 主要的原因 他已经下降了 他变成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而文明的因素 作为第一位 所以他叫文明的冲突 他发表在外交地刊 外交地刊 是美国的一个 一流的杂志 重头的文章 亨廷顿 对不对 他那里就说 有两个国家 处在精神分裂状态 一个土耳其 土耳其偷东西 做手 通奸乱世杂子 对不对 但是你要加入欧盟 你就必须得废除死刑 所以土耳其的议会 经过激烈变论 宣布废除死刑 震惊了伊斯兰世界 这是一个例子 他有好多例子 所以他说 土耳其 他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 你说 他又想加入欧盟 发达国家的一个集团 他又是伊斯兰 走为国教的这么一国家 还有一国家 俄罗斯 四分之三的人口 在欧洲 三分之二领土在亚洲 在亚洲呢 有一半以上 是抢我们中国的 完了超级大国 不战而败 所以说 他说 俄罗斯也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 这是一家之言 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他的那本书 后来他就写了一本 那是重量级的学者 他不管他的观点 对不对 他有价值 为什么 他是他多年的 一种知识的积累 他算一家之言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引用他的话 说中国社会 也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 这精神分裂 是有定义的 那有人说 什么这些分裂 说你唱国际哥的说 实际上你不相信 你也跟着唱 我说 即使我不相信 我也得跟着唱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为什么大家都唱 你敢不唱吗 这种事叫裹挟 你被裹挟进去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不是这么回事 我可以负责人的告诉你 我们唱国际哥的说 我们真诚的相信国际哥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我们唱东方红的说 我们真诚的相信东方红 中国处理大女性 俩真诚 这叫什么 精神分裂 你知道是这个意思 你也注意 现在我们中国一样 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不少的人 也处在精神分裂 我给你个例子 说你们认为 环境保护特别重要吗 他们说太重要 大概有80%人以上 都认为环境保护特别重要 问 那么我们要增加环境保护的措施 比如说投资 绿色产业 比如说小汽车 那个汽车轨器是第一大污染源 所以要限制小汽车等等 80%人就反对 所以说人家 国外发展中心 前两天我们在搜狐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就说 什么意思呢 用好听的话 就是又要 又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用咱们比较恶毒的一个人 就是又想当表哥 又想立派 什么意思 精神分裂 你可以举出好多例子 你注意吧 他满口 他得说 说得好听 实际上 所以说呢 这有他们的词 你们可以看这书 它有两本书 我们都翻译过来了 文明的冲突 还有什么什么 就冯庆顿那两个最重要的著作 形成一大派 所以说以人为本 他从以民为本 变成以人为本 完了之后 没有了敌人 只有威法犯罪分子 没有了反革命罪 只有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对不对 这就是法治国家 打败了 你也不是敌人 打败了 我跟你 我组织法庭 我审判 经过举证 制证 认证 把你定为 假计战犯 把他定为 一计战犯 把他定为 禀计战犯 战犯 这叫法治国家 没有敌人 所以我们既不造神 也不树敌 人什么东西 人就是介乎于 天使和魔鬼之间的 两头动作 这是以责任说的话 这是我们社会学 关于人的三个 最注定的表述 都是责任说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 第二句话 人就是 人 什么东西 地球上有193种 猿类和猴类 通称为灵长类 其中192种 有毛身上 还有一种无毛 自称人类 这谁说的 裸原那本书写的 裸原就是生态学 经典著作之一 第三个表述 就是人就是一根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人是一个能思想的草 叫做 又不着整个宇宙 都拿起武器 才能毁灭它 一口气 一滴水 都足以制杀于死命 但是纵然宇宙毁灭了它 人仍然要比制杀于死命的东西 更加高贵 因为人知道的意义要死 以及宇宙 对自己所具有的优势 宇宙虽然强大 但是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 因此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所以人家小平第一个话就是解放思想 所以我们谈也是解放思想 因为你是一根有思想 但如果你没有思想 你怎么解放 所以首先你得有思想 还得解放思想 这是两个 那就是说呢 我们人道主义主义 上个世纪 我们中国政府 中国党 共产党 居然组织运动 批判人道主义 你可以想象 也难到了什么程度 人道主义 他都敢批判 为什么对待敌人 要像严重一样 残骨精 现在告诉你 从96年3月18号 全国人道通过了 刑诉法十条修正案 叫做未经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 不得确定有罪 这就叫无罪确定 57年法学界 主张无罪确定的人 统统打了右派 现在通过了 什么就无罪确定了 就是说 在说你有罪之前 你是无罪的 逮着你了 你都不是嫌疑犯 你也不是人犯 你是犯罪嫌疑人 举证 治证 以法官认证的事实 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成 一审二审判你 有罪 你就变成有人犯了 在判你有罪之前 你是人 而且告证 你是无罪确定 就是说 先假定你没有罪 要想定理罪 我就得举证 有时举证 他要做伪证的 不怕 做伪证等于撒谎 你做了伪证 对方的律师 就戳穿了你的这个谎言 一般人的反应呢 就是编两个谎言 来掩盖 被戳穿的这一个谎言 又被戳穿 一般的人呢 就编四个掩盖两个 被戳穿 就编啪来掩盖四个 但一般人的治理 到编八个谎言的时候 自个儿就变糊涂 除非你受了 编个谎言的训练 取得优异的成绩 张口就是谎言 而且全都合逻辑 容易吗 你别弄 而且是公开审判 除了涉及国家机密 一定要有公开审判 你别弄 大伙都看能见 对不对 就变八个自个儿变糊涂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我们的逻辑 是宁肯 错放一千个罪犯 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这叫以人民本 而不是人民 以人民是个泛汉的概念 是一个集合 现在人 一个一个都是人 原来不是 原来是宁肯 错杀一千 也不能放弄一个 现在是宁肯 错放一千个罪犯 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这叫以人民本 至于 有人说 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道理 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大部分国家 它是个政权 它有强力部门 是吧 军队 法庭 特工 警察 这都属于强力部门 它有没有一个政权 肯定它有还有经济力 还有所谓的舆论力 就是说这些 它都有政权就是强势 一个一个的人 你就是弱势 还不关系国务大 牛耳其国务大 国家主席怎么样 逮起来 您就是一个弱势群体 陈良宇 陈锡同 国务大 中共中央政权局的委员 一个是北京市的第一书记 一个是上海第一书记 逮起来 就是弱势群体 就是弱势 所以一个政权要想整理 很容易 为什么 立案侦查 我派特工 立案侦查 给你们家安窃听器 给你们家安摄像机 对不对 到银行调你的那个存款 那个底层 对不对 都可以干的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所以说一个政府 一个政府 它是强势的 强势的你都要保护它 法是保护弱势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想说它有罪 你如果你说它刑事犯罪 你必须得做到铁证如山 如果你说它民事犯罪 你也得说它 你也得做到证据确凿 也就是说 对证据的要求的严格程度 有区别 对不对 刑事犯罪 为什么 你要剥夺人家的生命 你要剥夺人家自由 当然得做到铁证如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民事犯罪 你要罚人钱了 你也得做到证据确凿 你们想这个道理 对所以说以人为本 它它是第三思想解放的一个核心 是吧 那么第二思想解放呢 它对应的是阶级斗争 是硬道理 否刑 经济建训 以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由经济斗争为康 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 所以小朋友说不要问性质性资 只要有利 就发展的一个道理 但是发展是为了谁 胡锦涛讲 发展是为了人民 发展是依靠人民 发展所带来的一切成果 由全体人民共享 注意 现在是共享吗 不是 谁想了 打款 贪官 他们都想了 你比如说贪官 他们包二奶 叫十色性也 天天吃 公款吃喝 一年六千亿 这是还前两年的数字 中央党校有人报的 叫学习时报 你们定学习时报 你们看看去 那里写着呢 公款吃喝六千亿 还不是去年 还是可能最起码前年 因为你想去年刚过 还没出来了 对吧 完了 包二奶 十四性也 十一性也 两大元月 那些官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 拿掉正不及的腐败杆子 三十五个 一定要找三十三个包二奶 对不对 包二奶最多的是 湖北省地位书记张尔江 中国是三十五个省 二十多个地区 一个地区管几百万人 了得吗 人家张尔江是个地位书记 人家包二奶 记得住的 有没有信任 是一百零七个 加他老子 一百零八奖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包一百四十六个的 后来 他还不见得是冠军了 还有一个官人家包二十个 二奶 人家把二奶每年都请在一起 干嘛 凭今年最佳二奶 还有一个餐馆 人家包了几个 人家把最聪明的 派到北京学管理 最后用所学到的管理知识 管理那些奶 他就被封为首席二奶 你想想 所以说你想想 这个独享 那么代价呢 胡锦涛主席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 对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 什么样 我们三人的经济增长 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比如说当然都有代价 关键是过大 李忠 国家安检局的局长李忠 我们俩在中央电台做节目 他亲自跟我讲 他说我们的GDP是代血的吗 我说怎么讲 他说那一年我们的GDP二十万亿 我们各种事故中死了二十万人 就是一亿人民币 那GDP就是一条命 就叫代血的GDP 所以我就想起几十年以前 古巴的一个头叫卡托罗 这个人是个演说家 他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上中学的时候 他就演说 所以我们印象非常深 因为那时候年轻了 他记性的好 当时卡托罗有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 卡托罗就说了 说西方的殖民主义者 从我们拉丁美洲 每赚取一千美元 就给我们留下一具尸体 后来我一想也是 你赚走一千美元 你可别忘了 三四十年以前的一千美元 估计现在也得只 差不多快一万了 对对 所以说那就是一天 一条命 那也完了 人大副院长 前中国社会院长 李铁印先生 他引用人民代表的话 我们的GDP 不是我们的煤 是带血的煤 我们的豪宅 是建立在 职骨尸骨之上的 回去之后 你们到网上搜 叫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基本报人民日报 有李铁印副院长的 这一段话 对不对 有人说怎么回事 我又问他们了 他们说是啊 说打产单位的煤 全世界死一个煤光工人 我们中国就得死一百万 单位的煤啊 单位比如说单位的煤是一吨 为了产了一吨煤 人家全世界死一个 我们死一百万 印度死一个 我们死三十 我们是印度的三十倍 我们是全世界平均水分一百倍 所以算说带血的煤 就这意思 陶宅是建立在职骨事故之上的 因为建筑工人 他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你知道事故 当然 所以说 为什么胡云桐一旦的强调 说为什么我们说第三次解放 是以人为本了 以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 对不对 他们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大家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始终代表了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始终代表了 最广大人群众的根本利益 去年人权宣言 六十周年 胡云桐总书一讲 192003年3月15 人权入线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的权是什么 生命权 生存权 发展权 这是最最基本的人权 而生命权 第一位 对不对 你们想想 那么代写的GDP 他说什么了 既然是发展是问的人民 发展是寄靠人民 那么你发展了 你GDP上升了 人家死了 你生命权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 你死十个人 叫大事故 重大事故 你死三个人 叫特别重大事故 内部掌握 如果一个事故中 死一百个人 免掉当地行政长官的 无伤 对不对 所以说 由以民为本 现在改造了 以人为本 而人的本 本的本 当然就是生命权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呢 所以说生命权 生命权 生命权 三个最重要的什么东西 新鲜的空气 清洁的饮水 安全的食品 为什么 极端的说 几分钟 人就死了 所以这 要排他的一位 几天不喝水 人死了 几天不吃饭 人死了 所以说 新鲜的空气 清洁的饮水 安全的食品 这就是 人的 人权的第一步 就是生命权 所以说 所有的发展 影响了这三条 你别给我发展 所以我们就 一再批评这GDP 为什么发展硬道理 被人们 实际操作成 增长才是硬道理 增长硬道理 用什么衡量 用GDP衡量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 GDP的增长 是一个道理 这就荒唐了 为什么 因为GDP 是一个有 严重缺陷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 如果不加修正的话 它要害人类 它不光害美国 害中国 害我们68亿 地球上的人类 地球上有好多类 有鱼类 有兽类 有鸟类 还有人类 这也是害人类的 再往前说 它是害一切凶的 它连鱼类 它连瘦类 它也害 一个注意 为什么 生物多样性 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 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分三条 一个叫物种的多样性 一个叫遗传的多样性 一个叫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就说 真正的衡量 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 最根本的指标 我们在95年 给全国人大 编国家资源报告的时候 我们组织了23个部委 讨论这个事儿 其中呢 其中结论之一 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我们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 其中一个最根本 最根本的指标体系 就是生物多样性 所以我们就主张 什么叫深圳好啊 什么叫广东好啊 广东 那个生长或者书记 干几年到五年 好 五年之前 你上任之上任的时候 我们调查广东的生物多样性 你到底的动物植物 维生物 你有多少物种 来调查 完了你干了五年 再一调查 如果物种减少的比较少 生物 如果减少的太快了 就不能生物了 比如说能不能增加 它怎么可能增加呢 长江女神白旗屯 是吧 192006年灭绝了 这就是由于中国人的不恰当活动 世界第一个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人 女神呢 白旗屯 白旗屯呢 它的智力非常的高 它的智力仅次于人类 所以有人说 人不是从毛变了 人是从海源 海源就是屯类 为什么 因为人除了脑袋 有头发 身上全没毛 所以如果要是猴子 它要变成人类 它那毛怎么就没了呢 但是它是海源 就是说屯类 由于这个气候变天 我们的那个水面大幅度的缩减 空气 这是前两天我们开了一个会 全国人大全国社企业 正式的结论 根据三年的我们的环境的报告 三十年 我们的空气没了 好新鲜空气没了 特别的大城市 达标 你得注意啊 达标的意思是按照国家标准 比如说我们的三具情案 国家标准是一千毫升 也就是一公斤 也就是说呢 一升的奶油 大约不能有一毫克的三具情案 如果低于这个 就叫达标了 实际上三具情案根本就被人家有了 一点都不能有 为什么那东西本来就没有了 你知道吗 你们想想 所以说我说达标 现在北京市是污染最严重的一个特大城市 世界上最脏的大城市一路十个 中国占七个 你知道吗 中国占七个 这还是前几天的指标 完了最脏最脏的城市就是我们中国山西城的林森市 连续三年蝉联世界最脏城市的冠军 三年断 那这样子 我告诉你 你想想 所以说 所以说为什么说第三个旺是以人为本呢 那么人 咱们不用说这么些理论 人最起码得有新鲜的空气 大城市就没有了 你们深圳还有 香港也有 但是 据说也是相对差了 相对差 为什么 因为广东部员刮风子的时候 如果把那些尾气也给你们刮过来 你们 你们也不成了 深圳自己跟自己比 再到下坑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也是说发展呢 你发展什么了 是吧 你那空气也都没有了 从秦始皇就有 中国人也就有 唐宋明星有 中华民国有 中华人民文国有 改革开放了 基督大二十一世纪 我们的大城市的新鲜的洲际居然没有了 但是居然好像我们发展了 你发展干嘛 这发展一定不要 所以我们就说发展硬道理 要变成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 为什么 因为你把人都毒死了 毒病了 他怎么可持续发展 我们中国男子的预期寿命是七上 女子是七十四 但是我们中国男子的健康寿命是五十岁 所以世界变成组织现在说 咱不能放出预期寿命 咱们也说健康寿命 俩寿命都得说 人家日本男子平均活七十九 健康寿命七十 日本女子平均活八十七 年纪十三年蝉联世界 女子长寿快决 我们男子我们男子五十岁 我们就病过歪歪了开始 五十岁以前我们基本是健康了 得感小病不算 感冒不算 五十岁以后就得了 不能再好治好的病 这就叫 五十病没歪歪 二十二年 七十二岁就死了 人家日本男子是七十岁以前 人家健康 七十岁开始得病 人家病没歪歪的九年死了 你们想想 所以说以后衡量 这个一个一个什么呢 一个指标 GDP坚决要把它否定掉 为什么GDP太不小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造汽车有没有GDP 有 我买了汽车 我出了事故 去年撞死七万 叫国家公共交通事故 能死亡的人 我叫七万多 你知道吗 那么七万多 那么北京呢 大约一年撞死两天 一天平均五个人 你知道上午俩下午三 俩等地人三百地人 我都玩不着 撞死五个 他得撞上五十个 一般来讲死一个上十个 你想 你看你买了汽车 你出车户 你就有了 你的GDP就上去了 为什么 你把车撞坏了 修理汽车 GDP上去一块 你把人撞坏了 修理人 GDP又上去一块 没修理好 锁了 送到火葬场 GDP又上去一块 你干啥我就撞坏 我们中国建筑师的寿命 大大的高于建筑的寿命 世界不是 世界这些建筑师的寿命 小于他设计的那个建筑的寿命 他是在建筑一百年 他活到一百年 我们中国钢银混凝土的这种建筑的寿命 平均三十年 世界六十年 我们三十年 三十年 钢银混凝土的就给拆了 为什么 GDP 你干我就拆 拆了盖 盖着拆 拆了盖 盖着拆 GDP直线上升 老百姓 什么没落下 好的没落下 病都落下过了 所以说GDP一定要变成绿色GDP 绿色GDP 我简单讲讲 绿色GDP的 绿色GDP什么意思啊 就是改变你的核酸体系 原来你一个造纸厂 产值一例正的 那么造纸厂排斥的废水 把一条河路的引功能给破坏了 不能喝了 灌溉功能给破坏了 不能灌溉了 观赏功能给破坏了 也没人看了 为什么 看的都是青山绿水 谁看的臭水 好 你得找一个物质水厂 把你的这个废水 经过处理 达到原来的那个水平 叫恢复阀 什么叫恢复阀 达到原来二的水 因为没你的造纸厂 人家就是二的水 需要化一一三 怎么样 这一三原来也是正的 所以说呢 这个环保产业也是正的 是吧 你那个传统产业也是正的 两一三的 现在告诉你 不是不算了 你那造纸厂 那产值是正一个亿 你那污水处理厂的 那产值是负一点三个亿 只有一家 负三千万 你这多少还有意义吗 滚停并转 这个意思 所以说必须 我们得 得这个 弄这个绿色GDP 绿色GDP三个星座 幸福指数 所以以后衡量 深圳 到底是前进了 还是后退了 深圳将近一千多万人 不管有户口 没户口 一千多万 幸福 幸福指数 所以说深圳应该 首先搞幸福指数 这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搞得最好的 不单 不单就是 中尼边界 中国和尼泵边界 中尼边界 一个王国 不单 这个小王子在欧洲学 欧洲是文明国家的喜欢 学了不少 先进文化 他爸爸死了 回国继承王位 没多久 放弃王位 开始组织议会 让老百姓选 选议员 民主了 完了 推行 推行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两个 一个叫硬件 一个叫软件 好比计算机 硬件 就是人均八千美金 这是他不算的 多了多了不成 少了少了不成 软件 幸福感 幸福感就分三个 就是所谓情感 情三情 亲情 友情 爱情 一个情没有遗憾 两个情没有痛苦 三个情要都没有 随生有死 其中亲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首足之情 首足之情 就是你必须 你得生两个孩子 你就得有兄弟姐妹 为什么 一个兄弟姐妹 也就是说家庭中的儿童伙伴 一个人的亲的兄弟姐妹 对自己的 对一个儿童的健康成长 是不可或缺的 为什么 小的时候 你要跟自己家里的兄弟姐妹 一块游戏 玩耍 我们叫玩 玩玩 玩偷 玩偷 玩重温 是吧 玩什么意思 游戏什么意思 游戏是追求过程的合理 人们有两种合理 一种叫目的的合理 一种叫过程的合理 一种叫目的优先 一种叫过程优先 或者叫手段优先 老子说 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 孙子说 兵者鬼道也 打仗不得手段 离间计 美人计 联关计 苦受计 三十六计 安全用 为什么 目的是正 但是你要治国的时候 可不行 所以说你治国的时候 就必须以正治国 什么叫正 手段的正确 程序的正义 程序的公正 也就是美国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 马德鲁 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 叫人们 不是 叫做手段 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 和进行之中的目的 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 达到美好的目的 因为手段是种子 目的是食物 邪恶的种子 根本发不出善来的牙 更不可能接触美好的果 所以就要做手段 对不对 做手段 所以说小孩呢 他玩 他就是目的 是第二个 过程的第一个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 要玩够玩 套法充分 而且要跟亲心的姐妹 跟亲心的姐妹玩 有什么好处呢 他有重要的心理体验 比如说小的时候 你被你兄弟姐妹给欺负了 你就有挫折感 你把你的兄弟姐妹 你把他们给欺负了 你就有成就感 你跟他们一块玩 你就必然有规则感 为什么 大伙得商量 比如说跳成 成就要赢 什么叫说 小朋友们一上来 说了 你不是说 你耍赖 人家不跟你玩了 不跟你玩叫什么 叫扫着你 害扫着扫 所以你就有了羞耻感 而这些感都有度 很少说 弟弟 把哥哥抢死了 妹妹姐姐 剃死了 很少 几乎没有 他有斗 有人说 不对 我小时候 我让爸爸打我一顿 你让你爸爸打你一顿 你没有挫折感 为什么 你跟你爸爸不在一个数量级 就相当于我 跟泰森集权 因为我们俩不在一个数量级 我根本就不会集权 人家是重量级的拳王 当然你们大伙 一拳把我打倒了 我有挫折感吗 没有 为什么 我跟他不可比 但是如果我小的时候 我让我弟弟一拳 给我打倒了 我就有挫折感了 我要让我妹妹一拳给打倒了 我就有挫折感了 你们对吧 但是这个挫折感都有度 适度的挫折感 成就感 规则感 修实感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要生 生一个孩子 那是对社会的犯罪 你注意 你不改变 你不改变 生出一个兄弟姐妹 太不想话了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所以说一个家庭 所以说幸福感 就包括了 亲情的一个重要度 受不知情 都说自己政策 为什么说荒唐 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例呢 这也属于思想解放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说 他们说的就都对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也变 什么叫他们 政府 1970年 我们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是5.81 就是生育速度 什么意思 简单的解决 就是如果我们 所有的育龄妇女 16到49 叫育龄 生育年龄 也就是我们中国 所有的育龄妇女 如果在50代的时候 如果他们这一生 都按着1970年 那一年我们的妇女的生育速度去生 平均他们要生5.81的排放 这就是70年生育速度 71年周恩来恢复成立的计划生育办公室 73年又成立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简单说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 定了一个基点 叫一个不少 两个正好 三个多了 两个正好就是基点 那么老百姓接受 为什么 他符合国情 符合民意 两个人结婚 生两个孩子 将来两个人不带来 两个好蛋 人口不会过分的老化 性别比也不会失调 所以说 当然是两个 世界银行考察 说过的报告 你说 一对付出生意 两个孩子 显然是合理的 显然这个词 带有讽刺性 你们中国有多少人口专家 还在讨论 讨论什么讨论 显然是两个 不用讨论 这叫常识 治理一个国家 就需要良知和常识 就需要四个字 不一定会需要多 你注意 这叫常识 你注意 当然你得正两个 所以说呢 那么周恩来就说 两个正好 老百姓接受 这样吧 到了1980年 就降到2.24 注意 70年5.81 80年2.24 10年 每一年大约降0.5 没有反复 周恩来其实 擅自更改了 周恩来总理定的 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计划生意政策的基点 两个正好 该改了 改成一个正好 谁改了 不知道 到现在问 没有一个人敢承认 我改了 他为什么不承认 做贼心血 你知道 君子踩当当 小人长气息 你改你说 你说说到底 说电脑平台了 不是 不是 对不对 改了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 当时呢 就是以GTT为准了 他不是以人为能 因为以人为能 我们一切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人的幸福 最重要的话 我们说我们三情 其中一情就是亲情 亲情里头的 跟父母也叫亲情 跟子女也叫亲情 跟自己的亲兄姐妹 当然也是亲情 我们叫受都是亲 你现在 所以说现在的孩子 幸福吗 不幸福 为什么 我们小的时候 都有学的姐妹 现在的孩子 他们有 所以叫多数度 已经达到一个亿了 你知道吧 对对 所以说为什么说 我们要再次让你放了 你不要以为说 继承鬼他就对 他不对 我跟你讲 他们 比如他们开讨论会 他们一般都不请我去 为什么 他们请我去 我就跟他们变了 他们变过我 他们下回就不叫你来了 不叫你来 我就上深圳说了 是不是 你讲 完了 结果呢 实践是健身体标准了 那么到了80年降到2.24 81年2.63 82年2.84 前进中 继承会主任 一看怎么着 让你们收牙 你们升2.2 让你们升1的 你们升2.8 搞运动 1983年搞运动 什么叫搞运动啊 叫计划生育手术的集中活动 因为当时中央的也说 不许搞运动了 他们就改了一个叫集中活动 那时候有十字口诀 叫一簧二扎 生一个孩子在背语螃 剩两个孩子 stepping下 叫一簧二扎 嘎嘱嘎 嘎 嘎 sc związ 十字口对 往年我们做921手术 一年我们做2000万例 83年那一年 我们做了5800万例 手术量是平常的大约 增加了两年 搞得鸡飞口叫乔 那时候叫木头十毫村 有国策队夜庄人 育龄妇女一枪走 老太太出看门 几分为主任 你敲门 说你家儿媳妇 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了 她要带病房了 因为一环生一个还带病房 老太太说了 我儿媳妇不带 咱们都是相与相亲的 你去执行公务 为了完成计划 我替她带一个 老太太第一季度 替儿媳妇带一个病房 第二季度替儿媳妇带一个病房 三季度替子盒女儿 又带了一个病房 第四季度老太太不带了 为什么老太太幽默了 老太太说我再带 我称奥迪了 那个老太说你是奥迪 我老今儿到运会了 五环了 我告诉你 是否有人带这个话 我告诉你 你这是吧 结果简单解说 1984年 中共中央七号人件下来了 什么呀 计划生意工作要做到 合情合理 群众拥护 干过好多工作的技术师上 计划生意要做到 赌大口罩 三胎一上 开小口罩 二胎 又想恢复周恩来 组理定长 被实践 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计划生意升的 地档两个字号 结果八十年代过去了 什么结果 81到90平均 我们的总和生育率 就生育速 2.47 注意 80年我们都降到2.24了 81到90变成2.47了 所以说现在我在 方方卫视 他们一胡 那个不是 他们的全球华安大直播 叫直播 直播他们请我 我说了好几回 我就说 1970年5.81 1971年正式搞计划生育 是吧 确立了两个正好的基调 既符合国情 又符合民意 又符合可持续发展 所以到了80年 降到2.24 80年改了基调以后 从81到90 2.47 什么意思 多生的政策 对于我们国家 控制人口数量 宏观无效 你还不如两个方 畏意观有害 什么叫畏意观有害 素质高的人 按说应该多生 为什么 有一个调查 一百个 诞生在文王家庭的孩子 跟踪调查 七十个成年以后 还是文王 一百个诞生在 知分家庭的孩子 九十二母 还是知分 我们叫做文王的 正相关系数 零点七零 就是子代和父代 知分子的正相关系数 零点九二 所以说我们的文王妇女 平均生五点八六个孩子 初中 不是小学 四点八零 初中三点七四 高中二点八五 大专以上 二点零五 也就是说 妇女的教育程度 每提高一个打字 平均少生一孩子 所以世界银行考察 中国的报告里讲着 提高文化水平 特别是提高 妇女的文化水平 是小生控制人口的一个好办法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我们中国如果把我们中国的妇女 普遍让她达到大专以上 随便什么 平均生二五点 平均生两 这就是事实 你根本就不用管 所有的发展国家 人家没有搞过这事 人家都已经降到两以下了 那是怎么搞的呢 那就是两招 第一招 提高性文明程度 第二招 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 这是正路 这叫人间正道是苍苍 这就是苍苍 什么叫性文明程度 性的目的是 是三招 第一个生育 生孩子 第二个快乐 然后还有交往 所以说性学自身的行程 性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快乐和交往 维持双方的身心健康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妇女一辈子排四百轮 两人有用 生涯 那三百九十八的 那不是被生孩子的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乐的 为了健康 为了维持双方的健康 为了交往 那么男性平均一个男性 一辈子射四千回精 几次为了生孩子 剩下那三千多回 那也是为了乐 和交往 以及健康 对不对 你们想起来 所以说男性的性高超 加一块十五分钟 所以有人说 过来就此 直接挑战 可持续发展 人家是可持续的发展 可持续的快乐 你活三万天 你要乐八十岁 三万天 如果有人说 我过八十岁 那就集中射 射十五分钟的高超完了 你就死了 对不对 荒唐啊 你也知道 对对 所以说 要想控制人口 必须是两条腿 一条腿提高文明程度 提高教育程度 一方面的性质民程度 对不对 这是这么重 所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搞强迫计划生育 为了目的是 为了控制人口 控制人口目的是 为了经济发展 你想 你连人家那手足兄弟都没有了 我问那发展的药头干什么 所以现在 独书曾宇一旦出了事 比如问川敌人 独书曾宇死了 那父母怎么样 立即自杀 惨啊 人间惨剧 你要让人家生一个 那一个孩子 那一旦死了 你说他活什么劲 对对 所以说第三个解放 他的精神就是以人对本 人他不光有物质力 还有精神 还有情感 对对 而且说纪生委怎么说 国家纪生委的某些领导 怎么说 中国搞记号生育 搞了三十多年 少生了三亿多人 他跟谁比 他跟1970年比 对啊 他说1970年5.81 1971年正式搞记号生育 他略掉中国来的 两个人正好了 这个国策 他不提 他叫70年5.81 71年正式搞记号生育 到了79年 注意啊 就降到了2.75 他又把80年给混过去了 80年已经降到24了 他不提 他到79年2.75 到了80年代 又进一步降到2.47 看有没有狡诈吧 因为没有公元零年 只有公元一年 所以公元一年到公元十年 是一个段 公元十一年到公元二十年 是一个段 1971年到1980年 是一段 原来都这么统计的 这叫惯例 他为了掩盖这个问题 他就说79年2.75 他不说80年2.24 我怎么说 我就说1970年 5.81 1980年2.24 改了基点以后 意识则不达 直经委 对老陆锦涛总书记 说反复畅考了 两个务必 叫务必要谦虚谨慎 不交不造 而继生委 他们的某些领导同志 既不谦虚 也不谦慎 又交又造 你为什么 你改了基金 你就变成了 二百四七 你想 80年2.24 81到90是2.47 以前都这么说的 他为了掩盖这事 老陆锦涛这事 老陆锦涛 不论 你固然有些问题 他不是少生 三亿多人吗 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 少生三亿人的 是两个账号 他把两个正好的功劳 套在他们一个正好的脑袋上 偷梁换柱这句账 你知道吗 太恶劣了 你知道 如果坚持中 来两个正好 到公元2000年 把我人口 放在12以内 12大 党的12大 确立的人口目标 就可以实现 你们想想 80年都降到24了 为什么多灵到24 就是100个妇女 生两个孩子 25个妇女 生的是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满意了 25个妇女 生的是一个女孩 一个男孩 满意了 25个妇女 生的是两男孩 马马虎虎 他们也满意了 25个妇女 大约占四分之一 生两个女孩 他们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中国将长期处在 社会主义阶段 在简单劳动的这个范畴内 男女是不一样的 在优秀劳动 所谈劳动这个范畴内 男女是一样的 男的能当医生 教授 总统 总理 女的也照样当 男的 但由于女的有五期 叫精期 孕期 运期 违产期 哺乳期 更年期 所以女的就不能从事 高温 景下 野脉 比如完美 你说男女都一样 男的能干的事 女同志也能干 比同志 不能完美 是不是歧视妇女 不是 是保护妇女 女的能当 男的能当总统 当总理 女的也照样当 这就就是男女平等 我们国家反正 中共中央 我们的权力核心 叫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二十五的 原来十二十一大 俩女的 谁 周恩来的夫人 邓子超 朱德总司令的夫人 叫康克清 他们俩就是 后来他们俩不在了 就没有了 十三大 一个女的没有 十四大 一个女的没有 十五大 一个女的没有 十六大 一个 无疑 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没有 十七大 本来人家无疑 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 人家又是身体不错 也挺青年 能力也挺强 是啊 也不腐败 党的好干不 那你为什么 你不让人家当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 有女的吗 胡锦涛在这 扩大器 这介绍 这是我党七一仔 这老板是核心 大伙一看 八个人 全穿黑漆风 个都差不多 你那里头有一个无疑 穿一个 比如说红的 或者花的 不要看 九个常委 一个女的没有 像话 十七大 十六大 一个女的没有 十七大还没有 常委的一 没有 已经有了一个无疑了 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 网上提半步 不就是政治局常委吗 对不对 反正局委员 无疑没有了 无疑到岁数了 又来一个 刘延宗 二十五个里头 只有一个女的 我说你那十六大 一个女的 十七大 俩女的行行 二十三个男 俩女过分吗 这叫欲失去近吧 你九个常委里头 你有一个八男女 过分吗 做不到吧 男女平等 是我的基本国策 党中央 代仇不过时 对不对 你们想想 是不是 对不对 我说我也不走绝端 我也不是说 咱们男女都一半 咱也展示到不了一半 八男一女过分吗 你们想想 这一回你都做不到 完了 男女都一样 男中央本能做的事 你同时也能做 什么意思 其他劳动 这蛮逆行 我跟你说 重体力 女的就不能干 绝对不是欺识妇女 对不对 所以说 人家 人家农民 装了古墓地 人家要承包五十年 七十年不变 人家如果一个男老女朋友 人家怎么办 你想 自己老了 好 自己老了 你说 所以说 由于农民 对社会主义 出去接荡 国情的深刻理解 以及在基础上 所做出来的 明智选择 就什么 这样 一个男孩 完了 超声围队 宋丹丹 把我们农村妇女 给妖毛化 贪婪 无耻 这个 愚昧无知 是吧 生了一个少林寺 生了一个图书 发生了一个海南岛 都是女孩 还得跑回去 生气四个 叫超声围队 居然在春节晚会上 得演小品 反复的 还得了奖 全世界人民一看 你们中国人 你们也难道什么程度 自古以来 孕妇都要 受到尊重 为什么人家是 完成人口的再生产 既然我们把仇恨 都集中在 那些生孩子的妇女身上 就抓大肚子 人家为什么要生产男的 我跟宋丹丹也熟 我跟这演员 因为他演的那小品 他那演员也熟 我说 为什么农民要生产男的 你理解不理解 那是对 那是人家在中国 将长期处在受辱 出一阶段 所以说呢 所以说双女户的 既生产行为 极其顽强 既生亦亡 既生亦强烈 解决双女户的 既生产行为 就是计划生亦工作的难点 谁说的 前既生亦主任 彭佩云同志说的 说的对不对 对 解决这个难点 两个思路 一个就是大禹治水的思路 疏导 一个就是大禹他爸爸 滚的思路就是毒 我们从小 我们就知道 要疏导 疏导 疏导 碰到这儿 我们就是大禹他爸爸 毒 滚 毒 毒 什么叫疏导 第一胎呢 生产男的 第二胎让你生产 第一胎生产 第二胎让你生产男的 所以在1990年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生物科学部 临床医学组 就给我们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和中文人民奖军 二军大 他们两个在上海 给我一课题 就是用一套先进的技术文明 制度文明 精神文明 来三个文明一起抓 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用一套 用这三个文明 来解决一对 一对福祉生产好孩 如果你愿意 你拿一笔 我们叫儿女双全的 新人口战略 简单就说 是吧 你想生 生俩孩子 就是说来个句话 一对福祉两个孩 间隔三四年 一对福祉两个孩 间隔两三年 一个不是少 两个正好 三个多了 锦上天荒 一儿一女 对 技术成问题吗 技术不成 准确率就达到99.5% 简单说 二百个住民 第一胎 如果他们生的是女儿 问他们想不想生第二胎 如果他们回答想 想生男的女的 如果他们回答想生男的 好 一人交五百块钱 儿女双全的生殖保险 我们保证第二胎 就是一男的 错了错了 赔你 赔你五万 叫百费 赔付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准确率 也达到二百分之一了 二百分之一了 一人交五百 二百人交十万 谁错了 只有一个错的 一个错 赔他五万 我们还赚五万 那一般九十六 第二胎生中 男孩这个 我还不退 你们想想 对 所以我们到 石家商地区去调查 你们这些干部 愿意不愿意 实施而为上全的 新人口产力 他们说愿意 你们能不能控制 因为控制 它是幸福的技术 它是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 是双人舰 既可以大规模 杀人 原子技术 核子技术 又可以原子能发电 是吧 汽车 人们仓的汽车 一共撞死了四千万人 是吧 但是汽车 所以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所以说任何技术 都是两变的 人类控制 人类再升职的新技术 它也是同人家 后来我就问他们干部 农村的干部 就说发片 什么叫发片 一对夫结婚以后 一对夫发一什么 儿子片 一女人片 如果他要想生两儿子 可以 他不要控制他的性别 他冒着四分之一的风险 变成双女后 同时他有四分之的机会 变成双男 国家需要是宏观平衡 大家都不控制最好 为什么 你生两男 他生两女 有生两女 就有生两男的 完了一男一女 一女一男 平衡的 那么如果你控制性别 还有俩男 可以 你找一个愿意控制性别的 生两女的 你把他们家男的票 跟你们家的女的票 你对换 你们俩一对换 他就签一合同 关一公正 他控制性别生两 女儿 你就可以控制性别 生两女 因为国家需要的是宏观平衡 如果你又不对换 您的票 还要控制性别 还要生两个 这种人又没有 能有基层杠吗 基层杠都是这种人 也可能有 但是绝不会超过 百分之零点五 我说你们的行政控制能力 能不能控制住 这百分之零点五的人 基层干不住 没问题 你要让我们控制 多数不去 我们控制不住 为什么 一对多生一的 一半人 男孩一半人女孩 多久都占一半 我们怎么控制 控制不住 但如果你要说百分之零点五了 我们就可以控制 我说你们怎么控制 他那么宝败 我们找回去 你一个脑袋 我一个脑袋 你控制性别生两个 我也控制性别生两个 咱们大家都控制性别生两个 什么结果 蒙哥回答 没儿媳妇了 没儿媳妇什么结果 王国灭忠 断子绝孙 断子绝孙 王国灭忠 你什么罪 王国灭忠罪 断子绝孙罪 孙童子 他当然是讲理的 对不对 我干啥我 就是绝大多数的 因为我们杜律生啊 委托我们的课题 都是1987年 我们调查过中国生意外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一个问题 你必须得征求社群民意 也就是全民共诀 因为一对不生你的孩子 这种事太大了 是吧 你得全民共诀 全民共诀 那么事先就得调查民意 我们调查的民意是实用 你们都知道 一个孩子不要 叫无人无女 多人都女多冤 叫无人无女活菩萨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文化 叫不生意的文化 是吧 所以说叫丁克尔家庭 现在叫丁克尔家庭 什么意思 二人世界进享收入 双倍收入 二人世界进享人生 人家一个孩子 世界上不生意的文化 是德国 英国 不是德国 意大利 韩国 日本 以及新加坡等 他们叫不生意的文化 就是不生 最坦的就是俄国 俄国就是不生 所以俄国的前总统普丁就急了 因为俄国说你老不生 那么你将来就 你就变成不到一个亿了 你就不是大嫂了 所以普丁就说 凡是威乐园的女的 不管你跟谁生 你只要生出一个孩子来 我就给你两万美元 还是不生 最近人家有出邪招 叫集中做爱日 隔了多久 放一天假 凡是结果婚子 都在家待着 让人回去去 还得把成衣纳纳上 干嘛 集中做爱 今天要说 怀乐园 生个孩子 奖励别墅 人家是俄罗斯 还是不生 所以你注意 把一个生育的文化 变成一个不生育的文化 难 一旦老百姓 接受了不生育的文化 再反而他生 更难 加以更 所以我们中国就这么走弹路 本来我们中国是普遍生育 普遍结婚 现在不生 上海北京 想让他生他都不生 让他生他都不生 现在最好的就是广东生 广东生人 你还是愿意可质于发展 我们到广东就这样 咱说愿意生俩 但是伟大呀 我告诉你 人类生活 你不生育 一百年就从地上消失 你想一想 是啊 所以说呢 走极端 所以说 一个孩子不要 要一个孩子不管他二女孩 要两个孩子不管他二女孩 要一男一女 两男两女 一儿一女 三个以上 不知道不回答 十种可能性 我们的结果 跟国家统局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有90%的中国人 人家愿意要 一个男二 一个女孩 这就是民意 不信你们在调查 对不对 所以说 就符合国金 又符合民意 而且符合党的那个目标 就是到了公元两天 天空在这身里内 我们中国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人都是穷的原因 这是胡说 人都是穷的原因 你要说 还得看好多现金条件 比如什么这种 如果是所谓计划经济 我们饿死 这个60年前后 我们饿死3600万 现在我们那时候 六五亿 我们饿死3600万 现在13亿 怎么样 吃饱了后多了 你不让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吗 胡说八道 一个国家六亿挨饿 一个国家十二十三亿 也吃饱了 什么叫越穷越生啊 60年你生得出来吗 生得出来你作得了吗 60年 婴儿死亡率 百分之千分之两百 现在婴儿死亡率 千分之十五 广州 深圳 婴儿死亡率 千分之五 那时候千分之二百 抢了就越穷越少 再说了 穷的原因是人多吗 人日本人就说了 我们得笑掉大牙 我们日本一百年以前 我们的日本同志 就这么跟我们日本人说的 当时日本四枪 三个四个岛 三十八万平方公里 从 同志跟日本人说 为什么要求 生存空间狭小 人口众多 怎么办 拓展生存空间 占领朝鲜半岛 九一八 占领东北 七七事变 占领华北 又发动了 太平衡战争 最后挨了两个原子弹 太不达了 他现在都是人了 一亿二千百万 现在他还是四个岛 他的人口密度 每个平衡里三百四 对不对 男的人家活到七十九 女的活到八十七 人家人均 人家人均收入四万美元 我们是两千 所以日本就说了 那日本一百年前 移动我们 怎么变成一种醒了 对不对 再说了 人口大额 再讲两个章 人口的大额 就是人口超一千万 满足这一条标准的 全是八十多 人口超一千万 国土超过三百三平衡公里 同时满足两条标准的 世界上就七个了 亚洲是印度 中国 欧洲是俄罗斯 北美是 加拿大 美国南美是巴西 还有一个 澳大利亚 就这七个 对不对 所以说人口密度 超一千万人的人口密度 我们是一百四 每个平衡公里一百四 按十三亿算 是吧 那么超过我们这一百四的 十七个 我们排第十八位 有人说那不行啊 我们有西藏 新疆青海内蒙 这些地儿啊 自然资源比较稀缺 自然承载力比较低 自然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跑掉 什么叫跑掉 算人口密度 我们也得跑掉 谁谁的招 中国最著名的人口 定制专家 胡焕雍 胡焕雍教授 从云南省 腾生到黑洞省 爱徽 他叫黑河 画条斜线 东南半部 国土百分之四十 人口百分之九十 好 我们就说这半个国足 东南半个国足 我们的人口密度多少 每个平衡公里二百四 那么全面的大国和地区里头 超过二百四的 十二 我们排第十三 一个别忘了 人家可是全国跟你比 你是拉最密的跟人比 你排第十三 前面十二里头 有四个穷的 孟甘拉过印度 八个处的 日本每个平衡公里三百四 荷兰四百六 以色列每个平衡公里三百 是吧 还有德国每个平衡公里二百四 英国每个平衡公里二百四 一个别忘了 人家可是全国 你是最密的地儿 所以说你怎么能说穷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多呢 对对 那是你这么一样没有把国家搞好 你要把责任推给农村妇女 说他们肚子老大 所以他们就穷 但是这家费就责任了 对对 所以叫抓拉肚子 这不是误导吗 再说了 就是如果你认为穷的原因是人多 你也没有全力观而生 这个道理呢 是第四次世界的瑞大会 在北京开的时候人家讲吧 我说为什么你们老说我们这叫人 人家说 好比是挤公器车 地球就是一辆末班车 你挤公器车的时候 你挤上枪了 你怕挤 你能跟后头说吗 别上了 这么挤 还放 等下辆 可以 有下辆 你让他等下辆 地球是末班车 你挤上末班车以后 你说别挤了 等下辆 没有下辆 你怕挤 怎么办 你下去 你不能把人家上 你们想是不是这道理呀 你爹 你妈 我爹 我妈 把我们生回了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地球上 我们先人都 而且我们又觉得人都是穷的原因 而且我们又不愿穷 怎么办 自杀呀你 你怎么不让人家生呢 对不对 你生了之后 你就觉得挤了 你不让人生 他要再往上挤 就影响了你的利益 所以你就不让他上 上这末班车 我问问 这叫什么道理 这叫强道路 强道路 到你再抢钱 你影响了我 抢完钱 把你全家杀了 你影响了我 我怕你报案了 凡是影响了你的利益 你就立不让你生 这叫什么道理 全世界没有人的道理 所以说计划生意 实际上说得严重一点 那就是 大规模的 有组织的侵犯 基本的人权 父女有权决定 跟谁生 什么是生一个 那是父女的基本权 与生俱来 任何人不得不懂 但你又别以为父女 关进龙子 你听这句话 那叫做 人类千百万年的历史 最为珍贵的 不是令人悬目的科技 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 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幸福 实现了把他们关在龙子里的梦想 我现在就是站在龙子里向你们讲话 这个铁龙的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 选票 多党制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和军队国家化 这套话 是当年不时当选总统讲演词的一部分 据说很日鼓舞美国人民 把总统关进龙子里一时广为流传 至今在网上摆动一下 还是点击率极高的名人平言 把总统关进龙子里的美国人民 面对着华尔街制造的金融捏机 现在或许深刻的认识到 除了同主之外 还应当把贪婪的资本也关进龙子里 具体的说 就是把那些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们 CEO们也关进龙子里 正是这些华尔街的巨头们的 贪婪和无耻 大搞投机 截贫即富 金玉其慢 野蛮其冬 编造了数不清的谎言 制造了天大的画面 为了满足自己没有止境的一级司令 给全体美国的纳税人 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 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后台湾 注意这个思维扬 他就非常的聪明 你看这段话 如果不这么写 他就不会登报 因为统治者不一定是凶猛的凶兽 但是你一个人把统治者给关进龙子里了 这种 这种所谓的话 现在慢慢的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或者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我觉得这就是改变 因为你说他一党专政也好 他这个长等也好 他那个好的制度 他不是天然料理的 他也不是你美国人给过的 那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骂 但是这些东西 他就等会了 你看 这给你们可能去查 晚上都有 这就等会了 这是北京的大报 晚报纸 一百三十万份 在北京地面 晚上 直征又有北京晚报 所以你想 所以我就说 孙文阳很聪明 所以说你就说 用孙中山的话 就是民族 民生 民权 三民主义 民族的问题 基本解决 现在抓民生 所以说人家十七大的 报告里头 胡锦涛用的词 就是民生 原来他不这么用 原来别人不这么用 民生 三人的民生 民权 也就是说 人家早就说 18401也才生 到了2040年200年 这叫地史的峡谷 说我们中国人 得经过200年的奋斗 这里有很多挫折 我们能够从一个 传统的专制的国家 变成一个现代民主 国家 就是法治 就是人权 就是民主 就是自由 对吧 所以说现在 您应该说还有30年 这30年装民生不对的 装民生 但是装民生的时候 你得大力培养公民的意思 我们国家 对待他们说是多八民 少两民 我们国家是四荒 八无 什么叫四荒吗 荒唐 荒诞 荒诞 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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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八无呢 无智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乱 那你要把这个四荒里变成不荒唐 你要把这八五变成八有 我估计最起码一个三十年吧 所以说像深圳他是改参参放的一个排头军 是个前沿 所以说这种的讲座 它就是一个作用 当然谁也不能报答天下 这是作用之一 所以说深圳搞第三思想脚放 汪洋去年也在这鼓吹 这都是好事 但是鼓吹完了突然间见婚了 那就是受到阻力了 但你就别忘了 它哪能没有阻力呢 这么些既得力集团它都没有阻力吗 人家在任何社会里头 就凭他们的本事 它也不能报一百多块来吧 人家就在我认寿里 人家也能报一百多块来 那人家当然要拼死地保卫现在的既得力 所以说现在的观点就是 它叫博弈 就是下旗 这一集团在博弈 所以说它不是天上 所以说国际根上好吗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弦皇帝 要闯到人家的幸福全靠自己 这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们里面大大大 里面日人大大也不去休息 跑到这儿来听我们来说了 我们也在这儿说了 咱们就不是 这就是努力 这就是一个一小步 这就是换钱走一小步 我们没到位 我们希望中国保持本地 慢慢大家都变成公民 自由的和负责任来决定自己行的人 我们叫公民 西方叫贵 二代他叫贵 什么叫贵族 平常可以不流汗 关键是不去流血 说有一地神炸弹 谁去排 平民不去 贵族子弟要去 你平常可以不流汗 你这是给你流血 因为排地神炸弹很危险 手一多次就这样 说现在有外族入侵了 要玩那忙 谁去 流汗了不流血 你们注意 流血了可以不流汗 可以少流汗 人家讲得非常清楚 说我们所说的贵族是什么 平常不流汗 关键是也不流血 也还叫骑骨穷人 人家说那叫贵族吗 那叫人渣吗 那叫人渣吗 他说现在我们平常要培养公民 严格说就是培养贵族 什么贵族 真贵族 什么叫真贵族 首先就是精神贵族 对对 虽然我们是高山洋直 井心平之 随不能治 然心想往治 所以我批评犯犯犯跑 我就说了 我说你作为一个犯先生 你跑了就跑了吧 但是你作为一个犯老师 你就得受到批评 因为你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 如果他们都是成年人 你可以不管 他未成年人 你又是班主任 你又正在上座的 你怎么能负责呢 所以人家说你不应该跑 是吧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犯跑跑 你还到处去宣传 你跑到网站上 去宣传去放大 我就得批评了 不是批评 是批评的 对不对 我说你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大脚背 这个可以的 做手里大脚背 你不能宣传 你不能你大脚背 你把你大脚背拿来 你说看我 哇 你这也不对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是吧 你不救你妈也可以 但是你见了你妈 你得跟你妈说 你说儿子啊 胆小 而且又没经过这种所谓的地震 所以那时候我就 然后你一片空白 我就怕 我就怕我拉 我说您我都没想起来 那你见着妈了 你得说下回我争取想起你来 对不对 你也不能跟你妈说 下回不嗨不救你 你这是什么事啊 他说我说他是三重角色 犯先生 犯老师 犯高宝 这个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知道了 虽不能治 然心想老师 他说他想象了一中天的好招 什么意思啊 宁做真小人 也不做伪君子 真一中天说的很无话 你说这种国家 他除了真小人就是伪君子 除了伪君子就是真小人 那我们这民族还有什么未来吗 你得出现 我说比心深小人 看你没做伪君子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真小人 你不能到床上去 你说你们难道 尤其你是小师 你对学生说 你说你们都做真小人 那你不对 人家想上 人家想上这个山 上的时候一想 回去就下放了 对不对 我努力维护社会公正 我维护不了 我也得维护 对不对 那你能说我就虚伪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 其实我们的深圳特区 实际上深圳的决定 贵族做 贵族现在就叫公民 咱们不用贵族 贵族这词中有个公民 公民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我们国家呢 处在精神分裂中 你不信你看我这身份证 我给你们看看 你们都有身份证 这身份证就是一个 绝妙的一个反应 你看啊 你看这身份证 这身份证第三代呢 当时大家都知道 叫公民身份证 他接受不约绕 他不接受 居民身份证 可是背后的 你再看 公民身份号码 他赶了 哎 这叫精神分裂 看你吧 哈哈哈哈 你说 公民的居民都不一样 公民是个政治概念 对不对 居民它是一个 就你在这儿居住了 你在这儿住了 你就是居民了 你可能没有政治权利 比如就老敢说话了 博得政治权利四年 那你这四年 你可不是公民 但是你是居民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中央 他变不变 他变了 他不管怎么着 他把这正面 他把这后头的小字 给写成 公民身份号码 你看到 他写了 他给改了 你以为他随便改的呢 所以说下一第四代 他经过咱的努力 他就变成公民身份证 哈哈哈哈 我来说两个 喂 这个 刚才那个提问帖 这个 因人为本代价值的理念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即使自古的理念 也是我们人生的理念 毫无疑问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 希望我们的党 希望我们的政府 能够接受 以人为本的理念 这是对我们 全国民族和国家的 一个改革 一个深化 那么这下 改革和深化是需要互动的 我们就是互动 我在北京召开了 十次的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团 就希望把这些理念 能传播给我们的国家 传播给我们的政府 这理念传播 还有维权的运动 对每个人受到了侵犯 收到了公共政代理 要永远维护自己的律令 这也是互动 然后进一步一步的 让我们国家推向进步 推向一人为本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自己 我们每个人自己也要一人为本啊 现在我们每个人 贪官 每个人 官员 每个人 这个和那 我们每个人自己做的怎么样啊 我们是不是自己也一人为本啊 是不是也是以人家的意义为出发点 来考虑自己行为啊 我们对自己呢 父母怎么样 对我们呢 孩子怎么样 对老婆怎么样 对亲戚朋友怎么样 对兄弟姐妹怎么样 对同事怎么样 对朋友怎么样 一人为本了吗 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利益 还是自己为自己也不知所管 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 活动光是指着 你希望人家好起来 我给你讨论了很多次 现在讲什么善啊 都是恶 凭什么讲善 善就是脑子心心精髓 什么就是你的糊涂 就是笨蛋 他们说我也可以恶 你要我善 你要我一人为本 那他们现在一人为本再说 如果这个社会人人 不怎么讲 这个社会永远也善不起来 因为对我们广大民众来说 是 都是群体 但是我们每个人不能够善 善在我们的家人 善在我们的朋友 善在我们的自然 我们社会也会变得美好 所以一人为本 不只是要求党和政府 要求一人为本 我们每个人 每个岗位 也可以一人为本 你当公务员的 你当教室的 你当生活员的 你买票的 你当老师的 都可以一人为本了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请 教君老师回答一个问题 有一位朋友啊 提到 这个绿色GDP的问题啊 他说GDP 是 是 他是那个 是 是 是 确签的 那么 目前情况下 经济 目前的环境下 还提倡 绿色GDP 对对不符合环境 生态标准的企业 关停并转 是否会进一步扩大 时间激化 是否矛盾 倡保这一理念 是否不太晚和时宜 是否还是 是否为时过早 我个人看法呢 是 这样 我不是学基地学的 我是正学的 这个 我只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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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的看法 一个 首先 这个GDP的概念呢 它本身是一个 学习概念 是个经济学里面的 它用来 观测 国家经济的一个概念 GDP的 这样一个 国内生产种 这样一个 词汇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 发展模式上 这个我们把它强化为 一个地方政府的 或者说是 官员的 一种政细 追求GDP 或者是现在 追求这个 转为这个 绿色GDP 其实这种 从公共管理的 小朋友来说 或者从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学校或者说 这个 对地方政府 它当然是要有 一个政策 但是呢 用这种 GDP的方式 这个 去 去考核 概念 我觉得这个是 缺陷的 这是首先 另外这个 从目前来看 这个提倡绿色GDP 会不会扩大 这个失业率 就是说 有些企业 官员 那么有些 企业 定转 那么 就像了一些 这个 失业人员 这个 我想这个问题 可能不是 根源 失业率的增加 它根源不在于 绿色GDP 而在我们的增长方式 我们的GDP 增长方式 怎么转变 怎么转变 从目前来看 下午工 金融危机 这种状况下 这个 更多的应该是 怎么刺激 我 这个 才有什么方法来刺激经济 那个 我个人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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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的 创造一个 更加公平 自由的 这样一个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和 融资环境 那个 减少大批 减少审批程序 大量的审批程序 让我们的这个 企业 能够寻找到 这样一个 比较好的 在这投资 投资的环境 这是我看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 让周教授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但是大家 递交上的这些纸条 我发现周教授 都非常的珍惜 已经放到文件夹里面 可能作为他的研究资料 的一部分 请问周教授 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近年来 都有哪些措施和进展 温教宝总理说过 在2020年 完成政治体制改革 您认为可能吧 对此有什么看法 那个政治体制改革呢 从那个前年十一大报告 胡锦涛有一句话 你们注意 他注集到了这个 三农问题的本质 就是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因为我们改革开放 三十年 我们的经济增长 主要靠着两个 一个就是大量耗费资源 严重困扰环境 一个就是剥削我们的农民工 我们有二点三亿农民工 农民工的小吃工资 是城市市民的小吃工资的四分之一 那么在哪呢 那么胡锦涛终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 叫做建议 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 在实际上的报告里头 他说建议 向谁建议 向人民代表大会建议 建议着目的城乡按相同的比例 选举人大代表 什么意思 这就叫改我们中华人民广国选举法 这个选举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的安排 在选举法里都有规定 九十六万个农民兄弟姐妹 一个人大代表的名额 二十四万个市民 一个人大代表的名额 这就被称为四分之一条款 也就是说 在政治的安排上 没打你当一个人 城里头是一个人 你就是四分之一个人 你想 所以说政治上的歧视 必然导致经营上的盘工 你是市民 你干什么小事四分钱 同样的活 农民就是一分钱 这就叫经济盘工 跟政治歧视是绝对的配合 对吧 所以说原来比如美国黑人没有选举权 那当然欺负黑人 原来美国的妇女没有选举权 当然欺负妇女了 后来妇女有了三分之一的选举权 后来有了三分之二 后来就有了一个 所以说在毛孟时代 为什么六零年 为死三千六万老百姓 主要是农民 那就是那时候 你是零点一的人呢 你们去看见 后来小平的时候改了 四分八分之一的人 农民变成零点一二五了 现在江民的时候 四分之一零点二五了 今年零九年 三月份就要修改选举法 农民兄弟很可能变成八二的 零点五了 由四分之一变二分之一了 比如说那时候不变一 人家胡锦涛说了中度 竹度怎么意思 竹梁就八了 你不知道外面在同时吗 所以我们说 今年可能是二分之一 再过五年 再进一步修改 中华人民国选举法 变成一个人 这叫可持续发展 这叫坚持先进文化的前景 方向一个主义 方向是对的 这是第一个 这就是本质 这就是这就是改革 这是哪来的 开放 所以说改革开放 不如说什么 开放改革 因为开放对我们国家的作用相当大 深圳就是开放的产物 你比如说 国民代理的原则 哪来的 那不就是零一年入市的时候 中国政府承诺 我们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原则 叫国民代理的原则 而我们中国 对我们中国的市民是国民代理 对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 是准国民代理 对来到中国的洋人 是超国民代理 所以到了零六年 人民代理大会 根据五年过渡期 零一年入市 到零六年 五年过渡期了 人民代理大会通过了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并尾 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实行了国民代理的原则 就是原来你的内企 你的所得税的税率是33% 给你降成25% 你是外企 你原来是15% 给你提高到25% 这叫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并尾了 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制度安排 在向着国民代理的原则 去走 所以说开放促改革 所以为什么广东 为什么深圳改革的比内地强 那就是开放程度高 所以现在中央提出扩大开放 提出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都在开放 这是好事 就是用开放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从此融入世界 主流文明 按国际惯例办事 这是好事 绝对是好事 是吧 那么 胡锦涛在十一大报里还讲着 叫做实现 党中央有决策权 党委会有执行权 党的纪力解敞安排会有监督权 叫做建立建权 决策权 执行权 监督权的相互制约 又相互协调的权力 结构和运行机制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怎么样 这就应该是一种改革 就在党光法案 叫被好事不被人 被人无好事 是吧 君子坦荡荡 小人成器器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你政府做了好事 一定要宣传 政府这个也保密 那个也保密 告诉你哪大好事 就这么简单 那时候人家胡锦涛 而且胡锦涛说 去年在这个 在这个 政府不得报 温家宝又说 为了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我们人大学的那些老党史专家 什么高尚教授 什么谢涛校长 一直呼吁 就是党内三权分立 过渡到 国家三权分立 叫中国民主政治 两步走 党内呢 因为邓小兵说了一句话 叫绝不搞三权分立 这句话大错特错 以至于 因为权力是腐蚀记 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 要想制为权力 只有权力才能制为权力 所以说 他也说一句对话 他说我们在这儿 去改革小兵的时候 我们在这儿去改革什么呀 解决权力过分其中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 但是为了照顾小兵的面子 你也不能说三权分立吧 所以你分开说 角色权 执行权 解决权 你属还是撒 但你别说撒 对吧 这叫政治智慧 对不对 因为你得给老公留点面子吧 是不是 对不对 这才是应该留的吧 因为人家 邓小平人家 活得九十三 人家干了不少好事 对不对 人家受历史局限性 因为他是暴力革命出来的人 他是迷信暴力的人 他已经到了改革才放了 他已经 对于他自身来讲 叫自我革命了已经 但是你能让人家 老公能一步到位吗 他不可能的话 他有这个历史局限性 谁都我 我们也有 因为等过几年再一探 老公这活不上回事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是 这就是所谓的 党内三权分立带动 国家 所以两个狗 这是党内民主派 这是我们学校那些党 不管我们学校 就是党内民主派的一个观点 他们主张碎不改革 主张小步改革 坚持方向不能变 但是呢 要慢慢来 慢慢慢慢就是快 你有主意 如果说中国突然间就民选了 都不是公民 都是一帮臣民 你怎么选 你如果现在你要民选 谁选啊 我告诉你 给公志选 你信不信 所以说你得首先 记得变成公民 你比如说 我们北京一说 选人的代表 最积极的就是街道那些老太太 敲锣拉股 腾头票去了 最不积极的 就是中国社会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那是社会科学的 都是人物 不投票 投票率不到 他们入实 他们不敢宣传 你说 你说 让你去投票 他又没有那个选举的 那个最基本的 比如说 你得了解了解选举人 比如我们人党 选人的代表 六个 我们选次子 那种人怎么办 把他们的名字 简历贴的 不管哪里 你看一看 他连贴面 他都不让你见面 你说我要选你当代表 我最起码 你得跟见面吧 我得问你 你对所得税的 这个 你对那个人游税 等等 我得问你 对我们切身利益 你的看法 是不是我一样 要一样我选你 不一样我选他 我就不选你了 因为六个人 我只能选四个 我就问我们的学生 人民大学的学生 不能说 最多学 我是社会人文的 应该说 一流大学吧 你们都投了票了吗 投了 我们投了谁 不知道 你说 连人民大学的这些人 都这种态度 他爱是谁是谁 拿选票 这叫公民吗 选了就罢 我说你们就 我说你们 他不告诉你 这个 这六个人是谁 那你就 这六个人你不能见面 你就不投吗 我说我 我就不投 我说我告诉你 我从十八岁到现在 我就一次被投过 那票都搁兜里 为什么 我不跟你起这户 这就是公民吧 你想 如果大家 我投不投了 他就不再呢 你说昨天算好了 中华民主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被货的才发出最后的口声 这是我们的民族性 早一天他也不 他也不喉 多一天 多一次他也不喉 他得到了最危险 他得最破了 他就喉 他就一圈 我跟你说 完了他就起来 起来 他就起来 谢谢周教授的精彩解答 也非常感谢两位现场观察员和我们周教授今天的这种现场解答 我们的论坛活动已经到了十二点七分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 谢谢